HELLO 欢迎收看开箱部卡卡 今天我们要来开的是 登登! 2022年朱信兄弟的年度求援卡 那这一盒是金装盒的部分 每一盒是1980元里面会有160张的卡片 那听说里面有保底至少一张的签名卡 或是求一卡之类的 好的那今天呢卡卡当然也不是自己来开啦 我们来邀请上一次 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忠信兄弟的球迷朋友们一起来开 那上次她来开箱之后 很多频道的观众说她的声音很温柔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欢迎她吧 Hello 短短时间你又来了第二次 对 你是我现在频道里面唯一一次来两次的人 好荣幸喔 那一切都要谢谢我们的忠信兄弟的这个缘分嘛 那很可惜的是忠信兄弟已经在季后赛被淘汰 应该说还没有办法进入到季后赛 然后被淘汰了 是的 那请问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在你边说我先一边来开启他 我很难过 因为听说你昨天是有收看比赛的 对 所以就是亲眼见证的 我记得 应该是互有领先对不对 我亲眼见证的被打爆 再超前 再被打爆 再努力这份的过程 就是他一直重复的给你希望 然后又让你失望 然后又给你希望 最后你还是失望 没错 含着泪是睡觉 只能说还好 还好我昨天没有看比赛 好的那打开了之后呢 封面就是我们非常帅的球员们 然后呢他有一个小小的贴纸把它封起来 像我们一样把它打开 每次都要很小心 OK 打开之后呢 最上面是一个巷口的部分 然后左右两边各有一盒的球员卡 OK抉择的时候到了 请问我们的巷米好友 你要选左边还是右边 我要选 右边 OK 因为来者是客嘛 所以我们就要听他的 让他选右边 那我就是左边咯 那我们就来看谁可以拆到 那一张比较特别的卡片 谁就获胜 那因为听说 不是听说 因为我觉得有看别人的开箱影片 他其实 里面不是一包一包的 就是他直接就是很多的卡片在里面 那我先来把它打开给大家看看好了 我觉得不是一包一包的 其实比较没有惊喜感 对一打开就直接 一打开你就直接看得到是什么 好的那我的第一张是一张对卡 那我也先帮你打开好了 好 哎呦 你的第一张是 陈志杰 好了那我来想想 这样子我们要 哇 诶 啊没有没有 那张是纸版 哈哈哈 我刚想说 你抽到好东西了 所以那张好像是纸版 大卡在你这边咯 诶我这张也是纸版耶 那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拿到厚的特别的卡耶 那代表是签名卡吗 还是我们就拿到一盒什么也没有的 尴尬 那从我先开始 因为它已经现行了嘛 那我们就先拿个可能大概一半好了 那我们今天开箱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因为都不用拆卡包宝啦 鸡红 威尔森 然后又是这个象巴的卡片 林书役 不想去台钢的林书役 不知道现在想不想 又是弗莱喜 其实我觉得里面好像蛮多弗莱喜的卡片 我上次也抽到还蛮多 又是李正昌 江坤宇 宋承睿 艾迪顿耶 突然觉得好久没有听到它的名字的感觉 陈子豪 这张蛮帅的 生涯八百之安打 虽然今年的表现好像 比较需要加油一点 我们要正面一点 好 好得宝啊 年度最多 晚风 马刚 最后是许姬红 好 那我换你吧 那我也先拿个一半左右好了 可以喔 一半刚好就是那个 直半 直半 好 那我来咯 陈士杰 诶 这不是跟我刚刚那张一样吗 很一样 海洞的杜嘉明 哎哟 总教练吗 哎哟 你抽到那张总教练卡 为主 这个是 诶 二军的对卡 这席第18个半季冠军 好难过喔 那这时候让我看了这个 现在丢点悲伤 我们那个连续纪律也这么端 是的 哎 这张也是让人比较飞上一点的感觉 拼图卡 这感觉是拼图卡 而且是冠军的拼图卡 来 哎呦 我刚才知道是吗 天哪 天哪 天哪你这么讲的这张线要15张而已耶 而且是得宝达的签名 我刚才还没有水到我现在直接把它PASS过去 诶 你拿到快乐宝达的签名 天哪你现在好有价值喔 我也觉得还不错 好像 因为应该蛮多人喜欢快乐宝啦 嗯 我自己也蛮喜欢它的 好 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喜欢让你抽中了 天哪 天哪 你今天运气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臭手了 哇 被你获胜了 被你获胜一次了啦 那你限量15张感觉好像很厉害一样 OK 好啦 把你放置在一个重点位置 哇 你是不是运气啊 那我不用拆啦 接下来都不干嘛 搞不好还有啊 搞不好再一张 一张又有了 不小心有个BUG 我们这一盒有两张 两张之类 好喔 那就来看完咯 郑浩俊 王威神 然后又是彩带卡 希望可以挤满一下彩带 诶 这也是彩带 然后我的是没有用纸板 所以后一张张志强 Alright 换你咯 换我的下半部 那就祝你运气爆棚再来个一张 李威猪 看来你跟宝拉蛮有缘的 诶对对对 就是宝拉 而且都是宝拉的特卡 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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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目标就是 已经转变成 收集彩带卡 彩带又来了 OK 倒数咯 你看就只有一张吧 铝燕青跟陈红恩 跟 我把他做一张签名卡 那我们今天这个开箱就还蛮快的结束 但我们 我们来拼拼看这个彩带有没有机会好了 那我们彩带卡可惜没有办法拼成一个完整的 就是缺热两角 跟今年比赛一样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缺少了什么的感觉 缺少了什么的感觉 缺少了什么的感觉 那么今天最大最大的重点 当然就是这一张的快乐宝拉 那就恭喜我们的匠迷朋友 他终于摆脱了上次 输我的这个运气 他终于扳回一层 获得今天比赛的这个获胜 对于抽到这张卡片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虽然你插电把它当成皮卡 我是想说 我想 德宝拉明年还在 然后再抽他的签名卡 可以喔 真的希望宝拉如果明年还在的话 也继续是十胜以上等级的这个投手 那也希望明年的这个兄弟 可以再接再厉 我们重新来建立联报 对啊 我们重新来建立新的王朝 那就这样啦 好习惯你几位 就是 虽然很多人都在骂就是球队嘛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一些支持的力量 毕竟他们打一整个球技还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未来可以继续加油咯 哎 突然想到 你帮他打破魔咒了 我在中信兄弟的对卡 从来没有抽到过签名 你帮我打破这个魔咒 真的假的 太荣幸了吧 真的 那上一次在我拆那个零售卡包的时候 还有人笑我 就是没有办法打破这个魔咒 我打破了 打破了啦怎么样 好啦那今天开箱不卡卡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